精油抽象画的实验跟自我探索之后 在2000年左右 我开始花溪水 最主要是我从小喜欢玩水 长大了以后 这个溪水变成是一个我心情疗愈的地方 那时候反而觉得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题材 我就试着去画画看 画着画着呢 我对水的那种深入就比以前更深入了 我会发现说原来如此 我为什么会画水 而起来有次 晚上在哪里开画展 几乎都会有来看画展的人跟我讲说 老师 你的画给人家看得好平静 有种平静 宁静的感觉 我一直在追求怎么样才能宁静 我在画抽象画的时候很乱很对比很怎样怎样 可是到最后呢它是一个平衡状态 到吸水系列的时候呢 它不只是平衡它还宁静 原来这就是我要的 我觉得我的吸水是很有时代感的 一阵台风来的河川改道 我把它画完之后它就没有了 这当然是很伤感的事情 这个精华疗区呢 我前前后后画了一百多张 我慢慢地发现说 也怪不得我会画水 我这个人很不喜欢背着约束 水是最不背约束的东西 它是没有固定星期的 我跟我太太曾经去加拿大 美国等等的地方去旅游 它们那个山跟水哇塞真的是壮观 可是我不会想画 我对于熟悉的东西我就会很有感 所以我常常强调就是我的画是真情流露 我还蛮庆幸我可以做到这一点 就是画如期的 这表示我是非常的真诚在创作 我常常强调是真情流露